那在影片開始前呢 還沒訂閱的記得按訂閱 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知道什麼時候 我上新片跟什麼時候直播喔 大家好 我是華之丸 那我們的進階流川風呢 要在我們10月7號推出 那也就是這個禮拜四 那我們到時候一定有很多人問我說 要不要練進階流川風啊 進階流川風該不該練 所以我們就做這個影片 可以統整一下打人包 避免到時候被問一些雜七雜八的問題 那首先呢 我們一起來大家看這個 進階流川風的一個技能 我們先看他進階的預覽技能 那相信如果未進階的大家還不懂的 可以趁現在幾天還沒出的時候 先去練習一下他舊流川風的玩法 那你就會比較熟悉 欸 舊流川風長怎樣 拿進階或多文哪些技能 那我現在說一下 我們目前的流川風的短板在哪 未進階的短板就是他的防守 偏弱 沒錯就是防守偏弱的問題 他雖然可以利用超級 但是因為他跑速慢的關係 所以會造成說 他超級率雖然有一定的量 但沒有到很高 沒有到電風的情況下 那他火鍋是沒有任何的加成的 也就是這角色 防守是個大短板 那有個問題是他有一招叫做我們的 他的突破沒辦法在敗佛的時候去做一個投來的動作 他就是一個突破變相 那他之後會有一招就是敗佛 稍微找一下那個敗佛在哪 呃就是他有一招是可以打斷他的突破動作 然後做一個敗佛 就是這個 那這個敗佛在敗佛期間沒辦法再做一次後仰 如果我一直覺得這個 這個如果敗佛時刻再接個後仰 流川風就會超級強 但由於這個限制之下變成 他這個敗佛後沒辦法做任何動作 很容易被阿牧完全 counter 那就會造成說他這個也沒辦法做一個瞬間的打點 所以我也覺得現在短板就是 只要你會玩流川風你就會守他 那他進攻就有點缺點 那補蘭其實說真的有點雞肋 那其他一二段呢 我覺得都是一些比較正常的技能都才還OK的 那整體我不喜歡他原理就是他防守這個短板 那我們來一起看他進階之後會改什麼招式吧 我們先來看我們第一個 那首先他會增加這個細耍 細耍就是這一招 這招其實我很不喜歡 呃我其實不喜歡這招是因為有時候 時間剩下三四秒的時候 可能要打一個絕殺拳 那敵人突然挖你一下 然後剛好觸發你的細耍 那細耍的時候 在你未進階前是沒辦法接任何招 等於是你會浪費大概一到兩秒去做這個動作 然後就很容易造成 呃本要打絕殺然後忍沒了 所以我很討厭這個招式 但是進階之後呢 多了這個細耍背扣 就是你細耍完 你可以馬上接背扣 那這個就帶絕殺 如果你不然真的被挖到觸發這個細耍 有一定這樣的用處 所以這個進階這個 就打破我一開始的小迷思 那這個變相轉身結合呢 這招我覺得看起來很廢 沒什麼用 但是如果這一招再搭上這個 順轉可以接這個格扣 我覺得這招超級噁心 這招就讓劉川峰的進攻手段多了非常多 這個鍋點其實來的特別早 有點像是清田的穿檔扣籃那種感覺 其實這個有點快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蠻強的 那這個假投順圖呢 看起來也是個很廢的招式 那如果有在看陸服比賽的招的話 你會覺得這招其實還蠻麻煩的 這招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好守 他在打機制球的時候 其實這給防守方的壓力是很大的 那就光第一個技能來講 我會覺得說 他彌補了原本細耍的弱勢 然後補足了一些進攻能力 那就讓進攻能力到一定的檔次上升 我們再來看他的靈魂技能 後仰 那他的後仰在未進階前 一直都是我覺得他很麻煩很強的一個技能 那進階完之後多了什麼 多了這個 他的後仰速度再變得更快 也就是說其實劉川峰你只要會守 你會知道 他的鍋點在於 後仰的鍋點在於 他的手還沒舉到頭上 這裡就是他的鍋點了 那他這個動作又再度把它加快之後 你會變成這招更難守 那劉川峰本來頂頭就很準 那這邊又加空位命中跟中頭命中的情況下 那他的頂頭率就會非常非常的高 那後面他有加所謂的抗擾率 所以劉川峰的後仰會變成一個機制的魔鬼 那就這點就很可怕 這下就是我剛剛講的 以往的拜佛 拜佛還不能接任何招 但是進階後多了拜佛可以起馬射箭 馬上打斷掉自己的拜佛 讓阿牧很難去做地操的動作 那由於地操有被改那個地操的範圍的情況下 這招會很容易讓阿牧空地操 那就可以變成我們的二段後仰一段 後仰一段然後跑來起馬射箭 當成投籃的二段攻擊 那就這兩點 剛剛那個加這個 他的進攻能力就已經到了一個很誇張的檔次 也就是說這個角色只要在機制球 雙數球的情況下 敵人是很難去做防守 跟極流是很一樣是很麻煩的存在 那極流更麻煩的是他有後手選的關係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普蘭 那普蘭我認為就是沒什麼小用的技能 就是一個廢招 那多了這個後仰普蘭 我想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 那小柯的呢這邊是加技能量 所以我認為這個普蘭算是 呃你補前面兩個太強 然後做一頁廢了給他 那再來就是我們第四頁 第四頁呢是我們原本的灌籃類技能 那多新增了什麼 新增了這個超級的成功率 喔第四頁是我們超級的 我們更正一下 那這叫我們超級的成功率 光事情就很可怕喔 注意看 他這個超級有點像是工程 工程撞平後又有這個超級的動作 那這個會可以直接把球超到自己的手超 就是很有差距的 那擊球觸發率會增高 就是被動超的成功率 跟主動超成功率都會做提高 那這個呢就是所謂的像是長谷川 長谷川以往是拍到地板 那我們的劉川鋒是直接超到手上 那他高跟低中傳都是可以做一個超級的動作的 光是這點就讓劉川鋒陷入一個 把防守彌補回來了 因為以往火鍋沒那麼強 超級的捏也沒那麼強的情況下 這一頁直接讓劉川鋒的超級高度超級能力超級小能力超級的觸發率 通通做一個全面的上升 我剛剛講過了一個角色要搶就是 要嘛你火鍋很強要嘛你超級很強 但是以前的劉川鋒就卡在一個四不像 超級的中上那火鍋中下那造成有點弱 那工程也是一樣的道理 但是工程超級其實很強非常強 那火鍋也不弱 他火鍋大概是中偏中上 那超級的是頂 那現在劉川鋒這個改版就讓劉川鋒回到工程那個點 所以這個角色是可以出場非常強勢的 那再來就是這個靈橋俯身勾手看起來像是廢招了 目前我目前看起來這招像是廢招 應該是不會有人去按出來才對 我不知道這個實用性到底高不高 那目前看起來是還好 那接下來是他的扣籃類型 扣籃類型呢多了這個極限拉桿上 這邊就一樣變相三點的 原本是會在同一側做一個二點扣籃 但是在同一側做一個二點扣籃的情況下會造成說 而對位很想去補到二 那多了這個上籃後 如果對於這一版本還沒有認知 像是現在打極限好了 很多人打極限第三方都不會去補二段上籃 導致原本跟訪的很容易錯位 蓋不到那個二段上籃 或是三段上籃 那這個角色出來之後 就會懲罰那一些打極限的第三者 不來做一個協防的問題 那這個換手上籃很容易讓你的對位是完全跟不到 那甚至鍋點也出的比較晚一些些 會稍微的晚一些些 雖然也是搜索的那一拍 但是就是會有點慢一點 就是沒有想像中那麼快 那就知道你對位會蓋不到 一定要第三人來協防 光是這個就讓你進攻能力再變得更強 那還有抗擾率的問題還會再做提高 那背圖空中漫步呢 是直接打斷 然後讓自己使出空中漫步 以往突破完之後會卡一拍 然後才能做一個空中漫步扣籃 那現在由於這招的崛起 它可以直接接這個扣籃的原因 所以它的滑底線能力更加強勢了 它的滑底線可以接我們剛剛講的穿檔 那也可以接原本的圓滑的後仰 那在打機器球的時候 敵人要防範的時間就會特別多 別人就要想 欸 只有你要頂了 因為你有機器球 你可能會點 別人就要鎖你的機器球 結果你是改了一個出其不意的灌籃 所以說 劉超夢目前為止 我現在進階看下來 是完全開上限的角色 它的抗擾率很高 抄解率很高 然後利用抄解來代替自己的火鍋能力 目前看下來是這樣 非常的強勢 那進攻能力更是優秀到爆炸 我只要看下來是優秀到爆炸 那再來是我們大絕 我們看大家加了什麼 大絕加了這個 第一位運球 看起來很廢 但是我們要的不是這個 是它後面這個獨行 它會直接增加流川鋒的跑速 那它會降低運球被撞挺的機率 跟截球觸發 因為來 你看 它要再次增加它的截球觸發率 那還增加它的無球跑動能力 這個就很可怕了 大家絕對不要小看增加超前線 超前線這邊 固然是可怕 如果要把工程跟進階流川鋒擺在一個位置 我認為這角色的超前線能力是平等強的 工程可能略強一點 但是流川鋒絕對不會不要進射太多 我認為是差不多強的 那後來再來就是無球跑動 我剛剛講 雖然進階後流川鋒沒有增加火鍋能力 但是大家可以 意識到這角色是什麼 進階福田 福田的火鍋能力爛 大家都知道 但是它的藍板很強 就算了 它得分之後會增加跑速 那跑速可以彌補什麼 彌補自己的火鍋 因為你錯位的時候 你可以利用跑速拉近身位 然後來去蓋火鍋 那它增加這個無球跑動 就會造成流川鋒的防守 又得到一定量的提升 那現在這角色變成 防守中上 那超級頂峰的怪獸 那這什麼 這角色就是攻防 攻防一體的鬼角 那後來又會出單挑網 增加超級率跟晃倒率的潛能 所以這角色到底該不該練 我跟你講 無刻必練 為什麼 因為它的資源耗得很少 而且都可以不用鑽石 它可以用我們的紅卡來去買這個天賦 那如果你原本沒練滿了 現在就可以一直買一直買一直買 那就加上這個神奈川事件 其實給的很海量 我也都用這個神奈川事件 瘋狂的練腳 瘋狂的練腳 然後去解這個任務 其實可以完全的白嫖這個進階流川風 而且這角色強在哪 極流一定會被BAN 極流一定上BAN位 那現在極次輸完也會上BAN位 工程會上BAN位 什麼意思 這角色上不了BAN位 太過於強勢 他雖然強 但是他還是沒有進階流川風 他沒有極訓九川風強 但是進階流川風其實破壞能力 完全不輸極訓九川風 極流川風會搶是因為 他可以倒穿 他有絕對的後手權 但是這角色是搶在防守能力強 那超級能力給的壓力很高 再加上他的進攻能力強 又不會被BAN到 因為大家都有要BAN的角色 這角色絕對不會被BAN到 所以他就變成無刻最強的進攻角 如果你說無刻最強的防守角 是我們的長谷 那最強的進攻角 就是我們的進階流川風 所以到底該不會練 我跟你講 無刻必練真的太強了 而且目前陸服的比賽 如果大家有在看的話 如果大家沒來看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陸服的比賽 目前還是正規BAN 可能會BAN工程啊 跟我們的極訓流川風 但是進階流川風是沒有辦法去BAN的 那陸服甚至會做一個首強的工作 這個角色在目前版本有點太強 所以呢 我會建議無刻就是要乖乖練我們的進階流川風 然後大家可以趁這個 有這個神奈川試練的時候 試練一下我們的未進階流川風 來做一個 稍微的對這角色的認知 那等到進階出來之後呢 我建議大家就可以好好的去白嫖這角色 那他的活動是屬於花火活動 所以我想是應該不需要耗到什麼錢 跟資源就可以去拿到他的 那他是完全福克的 福克的那個大福音 那謝謝大家今天觀看 我非常推薦這次進階流川風給大家 那今天一個影片就講到這邊哦 謝謝大家觀看哦 謝謝大家 在這邊 陳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